今天来重庆出差 之前呢都是工作完就回去了 重庆这么大呢还没有好好的逛逛 前几天啊参加了试驾活动 车还没有还 今天呢我们就来重庆一日游 一些打卡的景点啊我也都不感兴趣 咱们呢就找本地人都喜欢的美食吧 这就是我这几天开的深蓝R07 刚上市还不到20万 看电动尾翼挺帅的吧 20万以内有华为乾坤自驾的中兴轿车 也就它了 不知道在号称八地城市的重庆表现怎么样 咱们刚好可以试一下 开起来很稳 明显感觉呢底盘调校更偏向舒适 而且不到20万的车 前排还给配了勇敢舒响双零重力座椅 舒适感这块真的挺用心的 刚才是华为乾坤自驾领航辅助起作用了 通俗说就是随车自带领航员 全国的高速都轻松开 像是智能变道 还有智能上下扎道功能 都挺实用的 而且呢在重庆这样的立交桥之都 弯道很多 有智能过弯功能才能丝滑过弯 现在207的另一个王牌 就是深蓝超级增程 能做到超级省 你们看 现在的综合油耗是3.9升 据说增程版的亏点油耗 最低能到百公里3.94升 纯电续航300公里 还标配3C超充 充电10分钟续航100公里 日常生活完全可以当电车用 左手深蓝超级增程 右手华为全空智能 两大核心技术在手 想不火都难 这附近有一家餐饮馆子 据说便宜又好吃 咱们去看看 这车有直轮拨车还是挺方便的 走 咱们去吃好吃的 就这了 咱们进去吧 可以吃饭吗 两位 两位 两位里面买 还真便宜 特色就是白肉是吧 白肉 女生就喜欢点白骨 一碗米饭 一圆一人随便吃 行 那就得先 好 谢谢 菜已经上齐了 咱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吃差不多了咱们去结账 840 你还是大包的 啊 大包的啊 85块 85 这多菜才85 超值啊 走吧